前方这一辆就是广州无人驾驶公交车 可以看到车内是没有司机也没有方线盘的 近期视频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球 我现在广州 我在网上了解到广州已经有无人公交了 我觉得好高科技啊 那具体情况是怎样呢 如果你也好奇也想了解的话 就点上屏幕上的一圈三连 现在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来咯来咯 前方这一辆就是广州无人驾驶公交车了 我们可以看到车的四个脚跟车顶都装有雷达 这应该是无人驾驶的核心所在 现在我们上到车里面去看一下 听到没有 小朋友是不能乘坐的 身高要超过一米三才行 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安全带给系好 因为如果不系上安全带的话 这类车会不断的提示你 直到整车人都系上安全带 等全部人系上安全带之后 这个门就关上了 可以看到它关上门并不是马上发车 而是在缓冲十几秒 应该是机器人在处理各种的指标 等到全部指标都正确之后才发车吧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没有司机也没有那个方线盘的 真正的无人驾驶啊 看到显示屏显示准备发车的指令了 现在车辆开始开动咯 我感觉到整辆车起步是比较平稳的 它不会突然之间就加速 感觉还是比较有安全感 平稳起步之后车辆就慢慢开始加速了 但是我看到它加速的速度也不是很快 最高的速度好像达到30多公里吧 这个速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慢的 可能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 因为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 可以看到车顶上这一块显示屏显示两种不同的状态 一个是真实的画面 另外一个是模拟的3D立体图形 我猜测这一块屏幕就是这一辆车的大脑 还是比较高科技的 前方就开始拐弯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辆无人驾驶的公敲车 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 拐弯的平稳度是怎样的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进入弯道之前它会稍微见下速 然后平稳的拐过来 不会让你产生各种拐弯的不适 真的是太技能了 不得不让我感叹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啊 我觉得在未来 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小车将会越来越多 不说远吧 有可能10年之内 有可能就慢慢普及了 而且我还发觉 如果有汽车靠近这一辆车的时候 这辆车就会把速度建设了一点点 随时做出调整的准备 避免以前后左右的汽车发生碰撞 我还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无人驾驶技术不安全 因为把生命全部交给了机器人 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 机器人的话 相对人来说 是比较安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容易分绳跟疲疗驾驶 机器人的话 则是根据大数据 只要系统不出错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到站的时候 他就会报站 请做好准备 一系我们只需要等到车稳 打开安全带 等到车门打开 我们就可以下车了 好了 这就是广州的无疆公交了 大家看完之后 觉得高不高科技 全程的话是没有司机的 都是机器人在驾驶 对于这样的公交 大家敢乘坐吗 对起来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拍到这 我们上次见拜拜